其实很多明眼人都知道 美国总统是个傀儡 美国也是个傀儡 知道吗 甚至这美国三军 军人都是个傀儡 只是那些财团 那些昂格鲁 萨克逊人和犹太人的棋子而已 包括世界上这么多人 来结合地图分析 有可能第三次世界大战和核大战 根本不可避免 很多人 邪恶势力啊 那些背后的昂杀人 在有条不紊地推进 这个世界大战和核大战 他们甚至可以牺牲美国 牺牲美洲 牺牲这个世界人民 因为美国人民已经没救了 美国人民好吃懒做 吸毒成性 全民有枪 根本就不努力自己去创造自己美好的生活 而且在台高度 银行都倒闭了 这些人呢 这昂杀人的和犹太人也知道美国没有救了 再加上犹太人的地方很小 有人说是那个乌克兰有可能 那个完事之后要给犹太人这个地方 都想小了 必要时刻 他们不怕打核大战 用核大战之后呢 必要时刻美国都可以没有 因为只要有这些财阀 这个昂杀人 他们马上就能换甲 能建立甲 他们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啊 建立一个自己的重新建立一个国 建立一个家 因为这个美国就是个傀儡 因为他不是向着人民的 听懂吗 所以说世界大战是谁跟谁打 弄清楚啊 来我转过来说 世界大战是谁跟谁打 对立是这些爱好和平的人类 人们 老百姓和这些拥护老百姓 为老百姓办死事的这些国家和领导人 和这些财阀和这些昂杀人 背后那些那个 那些家族 那些有钱的 科学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家族 是这两个 这两伙人在打中吗 对立是这两伙人 你看到你什么表面上 什么国家 什么对立 那都只是证言法 只是一个形式而已 他不是真正的对立 还是那句话 看问题 看到深层时 实在不行的话 他就会舍弃美国 发动世界核弹 所以说广大的人民都小心了